大家好,我是张坤,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菩萨 本期咱们来看一下 第一局的话,我们是一个大主公 大主公的话,赴我大位 结果呢,他选了一个神将 神周瑜你要当主公的话 我估计那个大叶炎就不太好死了 是不是啊,除非有大量的解锁或者怎样 但是小叶炎的话可以补到 最好小叶炎再配合那个琴音 啪啪啪的打出一弹输出 中中生有,应该是个好东西 难难入侵 第一轮的话就直接出动 这东西没有必要说猥琐的不动 对不对,直接出动 然后看局势能不能简化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直接开纳也是有可能的 一个决斗,夜火联天 舍白鹿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如果收得人头以后 再来一个琴音 开局不利啊 但是不代表这个家伙 他做的贡献不够啊 就说如果说鲁树是反贼的话 我们这一手其实是相当漂亮的啊 但是你要说在如果的技术上相当漂亮 我觉得意也不是很大了 行吧,节哀吧 节哀吧 秦音也没了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就这样吧 哎,有点可惜 我浪费这么多火力 结果死的是内奸 那么反贼的状态应该来讲还可以 皇后也缠了 所以说暂时不利啊 我只能这么说了 暂时不利 那么老戏你可得跳钟了啊 如果说老戏不跳钟的话 这真的是不好打了啊 不好打了 起码老戏跳钟的话 最起码还好一点 最起码给我们加了个防御 对不对 我们有些时候什么来A的话 随便搞呀什么之类的 就这样吧 先还一还 那么 哎呦 小关章这个家伙 直接一个酒杀 虽然说没有武炮 但是重了 皇后应该就死了 当皇后不死 其实也很难有太大的作为了 可能做客读武一下或者怎样 即使他再不死 他也不能醉恐 也不能打输出了 行吧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先报个仇呗 别的本事我没有 我先报一个小仇 应该没问题吧 把这个关章打死 一旦他死掉有三张牌 三张牌我们情音先回血啊 为什么要回血 你回血 是吧 我们是先扶 老戏满了 老戏满了才相当于是 重新恢复战斗力 他只要满了 我们就又可以扛咒了 对不对 谁咒我 我们有保镖 老戏具有保镖的属性 但如果你硬流失体力 或者不发动情音的话 可能连老戏被击溃 你什么都不是了 所以说打掉一个关章 搞一个小恢复 进入一个二打三的一个状态 虽然说局势不利啊 但是我们争取寻求机会 他打我们 就是我们的机会 卖 直接卖 你打得越黑 我卖得越黑 反正还有一个桃 等一会我们吃桃子 老戏跟着会回来 直接卖 卖牌了以后 沈家仪给他控掉 就卖几个杀 我们做客给他凸掉 对不对 长期二打三绝非长久之际 但是现在你还会觉得 我们会长期二打三吗 我怎么觉得反正要 掉很大的状态 对你要么掉人头 要么怎样怎样 反正不会跟你搞得完了 来吧 这个中中生有 借刀没啥用 那么就直接突吧 直接了当地突 最后再突一个雷 对吧 先出火 后突雷 雷杀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只要他死 还怕走不了 放开吗 争取再搞死一个 你机工不是一打一起 你流失吗 相当于一下凉血 搞不定 搞不定 那就搞不定 那么要不 啪啪啪啪啪 直接把这个机工带走 毕竟他觉得 这个时候凉血够了 但你暂时觉醒不了 你觉醒不了 你也干不了太多的事 等一会儿了不起 机工死了以后 等这一回合 咱们再弹个琴 回个鞋 那这样一来的话 岂不是两个满 不说满血 两个好状态 去加一个正案 完了 局势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么好 你三个钱 你能怎样 对不对 你就算是三个钱 你大 大集息一波带 也一波带不了 为什么 因为老戏是我们的保镖 他是满血 我们是三血 保镖在此 而等受死 酒 杀 你死则死 也不死的话 你四个钱 你喝酒桃 五个钱 你就是把我们顺光 你边打 我们有边保镖 所以说他已经递不了天了 他已经递不了天了 他们三个人的时候 我们都没虚他 先回满 是吧 以满状态来防守他们 当然防得住 有保镖 卖血牛 防住了以后 他们是吧 强推 结果没追下来 我们反而得了一波牌 反而空了一波场 最后把他们给退掉了 所以说这个整局啊 还是挺细腻的 虽然说抗局不利 但是最后是吧 过程曲折 结果是好的 那么ADD局的话 我们就可能不会那么拐弯抹角了啊 咱们选一个朗苏 朗苏的话应该上来就功绩之天命 直接就拼三个人 号牌或者说过牌 然后再开A打残 剧本应该就是这样的 对吧 那么诸葛景的话 开局没有这个给天发牌 也是直接一个黑杀 一个制霸 那火工不制霸 事项是不怕被火工烧死 也有可能啊 配合这个鲁术 我让你大车减硬点牌 但是你制霸元术一个万件 这是万万说不过去的 我定员把它丢了 我为什么要制霸给元术啊 对不对 元术是忠诚的 万件不来打残反的 那元术是反的 基本上万件也差不多要丢 所以说啊 你看你怎样 对吧 哎呦 鲁术还真霸 之前大车得的白 给他捞回去了啊 行吧 反正就是说 主要还得靠我们来 建功利业 讽清应职 既知天命 实时务为俊杰者 那么一个难玩 等一会儿会不会再 跟一个难玩 岂不美瞻 一下子拼了三个啊 挺爽的 拼三个的目标 也是毫无争议的 对吧 再啥嘛 哎呦 这个被缠上了 但是不要紧 应该节奏不会太 太拖得太久 所以说这个缠上 应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双雄一救的话 基本上不是反的 就是内奸了 肯定不是忠诚了 本来他是可以当中的一个人啊 这个时候啊 闪九通过孙策 跟树霸给他控死 我们打死鲁树即可 对不对 我关你五股风筝 发了多少张牌出去 但你看到的牌就是那么扎 就是那么扎 我就能打死鲁树 这样一来的话 顺带把你双雄也推掉 对不对 还是一个反贼 那你是一个反贼 你你你你 不会让你有作为的啊 那基本上应该就是 这么一个局面了 对吧 嗯 嗯 那等一会儿啊 咱们这个地方没有三点 如果有三点的话 等一会儿拿三点去拼点 一回合又是能拼两次啊 但是我咋感觉没必要呢 为什么呢 因为反贼的这个牌啊 真的是太捉襟见肿了 这还需要拼那么多吗 是吧 一轮可以说局势定了大半步 然后是吧 二轮可以说彻底的定下来 基本上是属于队友 属于队友 但如果为了你的过牌 你也可以去拼队友啊 你拿小牌 你故意拼书 反正你这个地方 也不怕展标记 过牌为重 对不对 那这样一来的话 呸呸呸呸 嘿嘿嘿 你说这三个杀来的 你鱼鸡 你还有 你还有何话可说 你还有何话可说 这来三个杀 对不对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这局也算是拿下了 我们朗叔 拼牌拼得很爽 摸牌摸得很爽 一来 开得很爽 所以这一局能够拿下 当然还有一个所以 就是重要的一个结论 就是关注 昆姐的三国杀直播 在战旗直播平台 搜索湖北张坤 2018 观看张坤三国杀直播啊 好的 谢谢 大家 为何要新污名之事 犯我疆感 好 记住关注直播 然后就谢谢大家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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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